三倍券想好要怎么用了吗 在金龙有位婆婆超级霸气也很厉害 她为了要买机车给媳妇 她就向亲戚募得了20份的三倍券 一共是6万块钱 那么机车业者最后是足足花了整个晚上 大约4个小时才填好资料 拿去银行兑换 不过我们看看这个婆婆真的很厉害 这个机车原价是9万7 但是她透过三倍券来购买就已经省了4万 再把其他的补助款扣一扣 最后她总共是省下了5万6300块钱 等于说这部机车她最后只花了4万700块钱就买到了 零到三倍券使用方式摆摆种 金龙一位婆婆就用6万元三倍券大手笔买机车给媳妇 但也让人好奇哪来这么多三倍券 你说同一个人拿6万有点夸张 原来是婆婆的亲戚赞助的 她们家人口很多 然后亲戚朋友的她就去请她们赞助 所以她就拿了20本 一次面对这么多振兴券 业者光是填资料盖章就花了整个晚上足足三四个小时 她都大部分没开封的应该都是真的 饮的时候比较麻烦 就是你每一张都要盖章盖日期写账号 我妈妈搞了一个晚上三四个小时 二十份三倍券一共六万元成本只要两万块 等于省下四万元现金 再加上业者促销金八千 政府ABS加上货物税补助各四千 以及旧车回收金三百元 算一算一共就省下五万六千三 买一架九万七的机车 这位婆婆最后只花了四万块 就轻松把车带回家 真金券有收比较多 比较大 其他就是三千六千 那是总真金券 虽然手续繁复但能赚到钱 计创行老板还是乐观其成 欢迎民众多多职劝来消费 记者蔡志恒金融报道